美東時間20號 南韓總統文在寅 在美國國會大廈 與眾議院議長裴洛西會面 並發表聯合記者會 關切朝鮮半島局勢 與中共病毒等議題 19號從首爾出發 文在寅展開三天的訪美之旅 21號將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 是繼日本首相菅義偉之後 第二位在拜登政府任內 訪問白宮的外國領導人 美國之音報導 不具名白宮官員表示 拜登與文在寅的會談將提台灣 美國與南韓在印太地區 面對共同的挑戰 其中就包括中共 預期美韓聯合聲明當中 提到台灣的強度 將不雅於跟菅義偉的 美日聯合聲明 外界關注拜登是否會邀南韓加入 由美國 日本 澳洲和印度組成的 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共同一對中共威脅 白宮發言人表示 中國是會議的內容之一 新台海電視張瑞珍綜合報導 進行政策